我们针对实用3D再跟各位补充一下 就是它其实是可以输出成互动式的网页 那这个也是一个外化程式 也是一个外化程式 所以呢如果你是用安装版的 当然你可以就是去下载一下 那么如果呢各位你是眼看装版的 老师已经有把那个放进去了 首先其实你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进到这个实用3D 它的官方的话 它上面其实就有这个叫3D 我们之前就给各位看过 就是你点进去 我就可以在上面及时的做互动 进来了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在下面这里 有没有 它有两种看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一般 在编辑的时候那种叫做 你好看模式 这样了解 所以你如果是在预设的状态下 你这样转往前是不是都可以 可是你会发现不能靠得太近 因为靠到这边就靠不进去了 就是我们秒看模式它会有一个极限 那么如果呢你想要看虚拟观视模式 你就按一下这个 你就可以从右手边 是不是就可以找 对不对 如果你有把你的主要的景点把它放成什么 储存时间试点 还记不记得那个功能 我们在这边如果你在下面按右键 不是有一个叫储存时间试点吗 你可以把你喜欢的角度是把它储存起来 命名之后就会出现在这里 这样是不是就很容易就跳过去 看你要看哪一个角度 直接就看上去了 它就不用自己在那边找 好像走迷风一样 所以在线上也可以像这样子直接做 当然这里的结果跟我们在这边使用是同的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要比较高画质的 你是不是要用到这个 把它输出 然后输出到所谓的高画质 但是因为这是线上的 所以它基本上跟我们在平常变极状态一样 比如说我在这边我先找了一个这个 好找了它之后 我们在这边所做的编辑 有没有也是一样 所以它在变成网页这一块 为了达到什么 比较及时性 所以它也没有帮我们做最高画质 可是呢 效果其实上才很不错 这个是你可以想想看 今天如果你要做网页 要做什么这种互动的 如果没有使用3D的帮忙 你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是使用3D的蛮不错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呢各位你已经有就是 把软件打开了 那第一件事情当然可以下载再安装 那免安装的原则上是老师已经有放进去的 如果你确定没有 那么你就再去下载 那我们要怎么去使用它呢 比如说我刚刚这边打开了 你只要到工具这里做 也会叫做输出 Dispore to HTML 就是这个功能 你把它按下去 那它就会告诉你 麻烦你 请问我要帮你把做好的档案 它会变成一个压缩档 EIP 那你看要放在哪个地方 比如说我就放在我们的首页上 但是这里要麻烦大家注意一下 建议最好不要用中文 因为毕竟这是要用在网页上的 所以如果你用中文 如果是Windows的主机 应该是还OK 但是如果是一般像Linux主机 或是其他的 就有可能会因为中文的关系 看不到 因为它档案名称可能会因为这样子 而有编码上的冲突 比如说我就用今天的日期 今天28号的对不对 各位 下次再看到 我们明年才会在见面的 对不对 好来你看我把它存起来 OK 等一下 因为这个有那个 来我放个 好 11好了 存起来 那这样子呢 它就做好了 那我们把这个资料夹 你看在这里 我们可以按右键 把它解压说到 一个资料夹里面去 好 我把它解压说到这个资料夹 看一下 它的内容 有没有发现 这里面总共包括四个东西 第一个 它有网页 好有网页 第二个 你真正的模型是放在这里 有一个DIV的押收档 那么 DIV就是它会用到的一些我们网页上的时候的Java screen 这样了解吗 它就会像这样产生出来 但是呢 比较抱歉的是 因为它这个是HTML的档案 所以如果你直接点两下 好 我用Chrome打开或H打开都可以 你有没有发现它刚刚的时候有错误 对不对 因为它这个HTML网页 像我上面所写的 它必须要放在server上才行 也就是说第一个 你可以去申请用空间放上去 那你一定会说 老师我又没有 对不对 怎么办 可以有两个方法 让你的电脑暂时变成一台网页的伺服器 第一种方法呢 就是用这种免安装的web server 它只有一个就是几个档案 那也很轻巧 直行就可以用 另外一种呢 你也可以用什么 像在下面我还有介绍一种 是用所谓的Chrome的扩充工具 也有一种Chrome扩充工具 可以把我们的电脑变成一台伺服器 所以你要用哪一种方法都可以 那原则上我先用第一种方法 你可以先看一下 在这里有它官方网站 我就直接把这个档案把它下载一下 它本身也是一个 就是那个压缩档 一样的 你把它按右键 解压缩致辞就可以了 它本身带有一个资料夹 好打开它 没有带资料夹 好没关系 来 你解压缩之后 它里面 那这个档案我把它删掉 解压缩之后 总共有四个档案 你就执行这个 执行档案就好 多多两下 好 那它就问你了 请问要不要 抖内一点 捐献给那一点 然后你就跟它讲 以后再说 对不对 然后同意一下 好 进到这里了 你看 还在喝哪一嘴 你就知道这个功能不会太好 就表示它只是一个很单纯的 那么 你进到这个工具之后 可以把它执行的 请到这个设定这里 现在呢 你电脑是一台webserver 就是一台网络的伺服器 那你要告诉他 到底人家连进来之后 要看到什么 所以你透过这个设定 setting 来告诉他 你们家的网页是放在哪里 以我现在来讲 我是放在这1228-1 我放在这个资料桨 确定 这样就好了 好了之后请按执行 这个时候你的电脑 就是一台伺服器了 那我怎么去看到它 在这边 如果你执行的时候 会有出现这个 有没有 防护墙的 你要允许他一下 因为这个是Windows内建的防护墙 应该会稍微跳出来挡一下 好 你就在你的网址 就像这样 这边有没有 输入localhost 或者是127.0.0.1 这两个都代表你自己的电脑 localhost 就是本地端 local 对不对 local的主机 然后呢 127.0.1 都代表你自己 好 所以不管你用这个 还是后面这个都可以 我们现在呢 就开一个新的网页 你看 我们这里 把它贴上去 好 因为我现在 糟糕 因为这个 我现在有共享给各位 我先把它停一下好了 好 现在呢 我把 现在这个伺服器关掉了 我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它就会打开我刚刚的知道 现在我就把这个网页打开 就是这个网页打开 有没有 这样就正常了 对不对 我们刚刚直接 所以在档案中的打开 会是不行 好 因为它本身不是射门 但是呢 你透过这样的模拟之后 你就像一台伺服器 所以 有没有这边就可以转 那我把这里缩小一点 有没有看到后面这里 你要到几楼 是不是可以直接跳过去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蛮 不错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你今天即使 不会 所谓的这个AR VR 不会做这些 网页的部分 那你可以透过我们实用站一 这样就可以输出成互动式的 好 只是前提呢 就是你必须要放在所谓的SERVER上 那你要放在自己的空间 还是说你要放在 用我们刚刚的方法 放在自己的电脑 可是要把你电脑模拟一下 变成Web Server 这样都可以 好不好 给各位自己试看看